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Vlog隐藏的细节,为事业,它改变了饮食习惯。 如梦之梦三成巡影落幕已久。 粉丝们用玫瑰将产霸大剧院装扮成花园,如梦之梦在五一期间的热度经久不散。 虽然戏安战的如梦之梦已经成了过去式,但按照九成巡影的惯例。 肖战工作室一定会有Vlog流出。 就在粉丝们关注于射雕英雄传和准备于5月21号开播的《梦中的那片海时》。 这条山山来迟的Vlog终于来了。 作为资深美食家,肖战的Vlog最不可或缺的元素,就是各种地方特色小吃。 西安战是肖战版《如梦之梦》,唯一的西北地区的演出的。 而西安作为文化古都,自然有不少从古流传下来的特色小吃。 从将水鱼鱼,擀面皮,肉夹馍,锅盔,再倒葫芦鸡和羊肉泡馍。 肖战把西安的美食尝了一个遍。 作为从麻辣之城走出来的艺人,肖战竟然被西安的美食腊红了脸。 一个劲的寒辣,为什么西安吃这么辣,太辣了? 就连工作室的助力都疑惑地问,你作为重庆人怎么会怕辣呢? 其实可以想象得来,肖战作为艺人,要全方位地规划自己的事业。 他需要合理饮食,其中就需要避免过辣。 所以,面对助力的诧异,他坦诚地说我现在吃不了辣。 肖战最喜欢的美食就是火锅了。 就连他在米兰时装周期间,都要光顾米兰的火锅店。 令人意外的是,他吃西安的小吃会被辣到大汗淋漓。 一个人的饮食习惯长期形成的。 肖战从膳食辣,转变被怕辣。 从这一个细节就能看出,为了自己的演艺事业,他不仅在表演方面寻求突破。 还为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,逐渐减少了食辣。 肖战在这则Vlog里,面对西安美食,他多次用碳水来形容他们。 虽然如此,但肖战一个接一个地进食了一桌子的小吃,那可是真吃,并非装装样子。 甚至面对素食,他还多次流露出肉食者的本性。 看肖战的Vlog,最让人欢心的就是,能够感受到肖战的真实和接地气。 让人觉得他不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。 为了宣传西安,他不仅没有任何顾虑,一个劲的吃碳水,还被辣到满脸通红。 作为粉丝,你对肖战工作室发布的西安站Vlog有哪些看法呢?